這顆鏡頭呢 它是佳能的一個VJ-19X9B4 它這個型號是這麼一回事 那這種的鏡頭呢 我們待會會拍一點細節給大家看 它全程都是可以做手動的調整 那有對焦環 光圈環在這邊 然後它也可以切Double 這邊 然後它還有一個微距 Micro 可以做調整 那我們要實現這樣的一個拍攝呢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個這樣的一個轉接環 它是一個B4卡口 然後轉Emote的這個轉接環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ENG鏡頭 它的一個鏡頭的覆蓋範圍非常的小 那放到我們現在的一個全補相機 我們可以稍微比對一下這個鏡頭蓋它的這個大小 這兩個大小就會非常的明顯說 它為什麼會有所謂的成像圈 那如果你今天是相機是開啟你的APS-C模式的話 相對的你就可以覆蓋它的鏡頭的 它的鏡頭就可以再更靠近你的C-Mode 所以你成像圈的範圍就會再更縮小 那我們開上了Double之後 它就會再更進去你的畫面 所以理論上就會完整的覆蓋到你的畫面 那它當然的一定會降低你的拍攝的畫質 它這邊就是會有一個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譬如說它這個凹槽 然後對應的是這三個凹槽 然後剛好是這樣的一個轉接環 然後扣上去 然後直接在這邊做旋轉 轉緊 它就可以整個把它轉接環覆蓋上去 那我們介紹一下剛剛沒有介紹的一些細部的地方 像我們介紹的這個電源供電 像這個這些的東西是在攝影機上面就會有一個供電的一個PIN 我忘記這是幾PIN的一個接頭 然後插在一個攝影機上面 那我們現在是用一個外部供電 然後那是這個吸鐵電池的DC-OUT 然後來為它這個轉接供電 那當你接上了電源之後 你可以畫面帶一下這個的地方 你就可以使用旁邊的這個來進行一個變焦的控制 然後它的切換按鈕呢 是在下面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換成手動就把它翻過來 那你的手動就可以非常快速的去做運鏡 當然也是要你的操作上面非常的熟悉 那如果我們今天是要用電動的就把它切換過來 然後就可以這樣子